钢瓷霍恩 中央电视台 中央电视台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们现在是在美国向您现场直播 第26届奥运会女子足球比赛 A组第二轮中国队同丹麦队的比赛 现在屏幕上出现的是中国女足的主战练马元安 在第一轮的比赛里 中国女足发挥积极出色 以2比0干脆利落地击败了北欧竞理瑞典队 为小组出现颠定了良好的基础 好半年低声一响比赛开始了 中国队穿着白色球衣 首先是从左向右攻 中国队在这场比赛里的出场阵容 首发11人和第一场比赛从瑞典队 一模一样没有任何变化 门将16号高红 后防现场12号温丽荣 2号王丽萍 3号范韵杰 5号谢惠林 中场是6号赵丽红 10号刘爱玲 8号水庆霞 前锋是15号石桂红 11号春庆梅和9号孙文 中国队2号王丽萍是右后卫 他的技术极其娴熟 丹麦队的出场阵容 1号拉尔森 3号迈德森 4号弗拉恩 5号霍尔姆 6号佩特森 7号克里斯腾森 8号科尔丁 9号简森 10号克罗格 12号特尔普 15号邦德 丹麦队在第一轮的比赛里 0比3败给了美国队 这场比赛丹麦队 如果再输的话 那么将失去 进入半决赛的机会 所以这场比赛 他们一定会 全力以赴 和中国队 拼得非常激烈 在一年前瑞典举行的 世界杯女子足球锦标赛场 中国队曾经以3比1 击败过丹麦队 比赛刚一开始 丹麦队的3号 麦德森就受了点伤 比赛当时 麦阿密市的气温 是摄氏29度 比前两天稍微凉快了一点 不过湿度更大 湿度达到了67% 而且几乎没有什么风 所以在这种天气下 中国女足仍然将面临 体能上的严峻考验 在第一场 从瑞典队的比赛里 中国队在上半时 踢得极其出色 进攻如行云流水一般流畅 而且两个进球 都非常的干脆利落 但是在下半时 体能下降 多名队员出现了抽筋的现象 那么仅仅经过 48个小时的休息之后 中国队又遇上了 另外一支 以体能和力量为主的 北欧球队丹麦队 那么中国女足的体能 恢复的如何 将是这场免赛的关键 中国队的6号赵丽红 丹麦队的7号 克里斯档森 今年20岁身高1米70 丹麦队的队员和 瑞典队的队员呢 身体脚点很相似 都比较高大粗壮 力量也比较足 但是脚下功夫 也是比起中国队来 稍显粗壮一些 所以中国队今天 各想取胜 主要还是要发挥 自己技术和船切配合上的优势 丹麦队的守门员 拉尔森身高1米80 另外一名后卫 麦德森 刚才受伤的黑人 也是1米77的身高 所以中国队要想打进攻 打对方的高球 没有什么机会 在女足第一轮的比赛里 在B组挪威队2比2 打平巴西队 德国队3比2小胜日本队 那么今天B组的比赛 也同时举行 巴西和日本女足正在交手 本教育运会的足球比赛 也很有意思 巴西和日本的男足和女足 都在小赌赛当中遭遇 那么日本男足在小赌赛里 1比0击败了巴西队 爆出了一个大冷门 不知道今天 日本女足和巴西女足 交手的结果会怎么样 比赛开始 不到4分钟 大麦队的7号 克里斯登森进去外角上门 中国女足足球队在亚洲 连续5次获得亚洲足球锦标赛的冠军 在94年又获得了广岛亚运会的冠军 可以说是连续6次在亚洲足坛称霸 并且在去年的世界杯女足锦标赛上 获得了第4名 冠军在94年又获得了广岛亚运会的冠军 可以说是连续6次在亚洲足坛称霸 并且在去年的世界杯女足锦标赛上获得了第4名 而且在两天前的第一场 同这点的比赛里 中国女足攻进了两个球 可以称得上是中国的 中国足球在奥运会足球决赛阶段 攻入的第一个球和第二个球 中国女足的这种 非常显赫的战绩 足以让中国足球界的 他们的男同行们汗颜 9号孙文 她被认为是目前世界上最优秀的女足队员之一 在去年的世界杯女足锦标赛场 攻入了两个关键入球 15号施桂红是中国队封现场的得分手 在去年世界杯女足赛场 她进了三个球 这个球是越位了 那么在第一场比赛里 就是施桂红攻入了第一个球 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球 6号赛里红 他的技术非常全面 是一名左脚选手 在 zombies 他对他的党安全 刚才闹 曹白 行 我 特选择 早送 王力平斷球,好球。 一個外角被輕輕一磨,把球磨給了施桂洪。 但是丹麥隊的五號霍爾姆在身體衝撞上, 占了很大的便宜,門球。 丹麥隊的守門員拉爾森,身高1米80。 丹麥國內沒有真正的職業足球聯賽。 中國隊門將高虹。 高虹在去年的世界杯女足錦標賽上, 在前兩場比賽裡沒有上場。 但是在後面四場比賽裡,他打滿了每一分鐘。 而且發揮十分出色。 四場比賽僅失了五個球。 好球,中國隊這個配合不錯,故意一弄。 二號王力平。 給孫文看能不能傳起來。 這種高球,丹麥隊的守門員拉爾森正好發揮他的特長。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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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丹麥隊的後衛把球鏟出了底線。 中國隊在開場之後,經過短兵相接幾個回合之後, 馬上控制了局勢。 在中場,頻頻地從對方腳下斷球。 然後發動地面的突擊。 大麥隊的12號是特爾普。 這個隊員的身高是1米64。 今年23歲。 6號趙麗紅來開腳球。 他的左腳技術很全面。 腳法不錯。 前點但是沒有蹭到。 這個戰術看來是要給前點的孫文讓他頭球後蹭。 二號王力平活動範圍很大。 這個隊員在去年的女足世界盃錦標世界盃比賽當中表現非常出色。 在右後衛這個位置上給中國的球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現在回房已經跑到了左後衛的位置上。 大麥隊的傳中球門前只有一個人包抄, 對中國隊不會形成太多的威脅。 觀眾朋友們待會兒可以從電視畫面上發現, 這場比賽在甘菊軟球場又有很多的巴西球迷。 那麼這是因為巴西隊,巴西藍隊。 接下來將在這裡從匈牙利隊交手看。 中國隊要進球了。 漂亮!球進了! 中國隊在15號,施貴紅又是他首開記錄。 上半次比賽開始才9分鐘。 15號,施貴紅。 在一次快速反擊當中, 巧妙地緩過對方的後衛, 然後輕鬆地起腳掉射, 頭腦非常冷靜。 讓丹麥隊身高必長的門將拉爾森也毫無辦法 這個球打了一個死角。 施貴紅的這一腳射門, 即使和世界上最優秀的男運動員相比, 也不遜色。 剛才這個球是中國隊在對方的左路斷球之後, 一腳直傳給施貴紅。 施貴紅順著球式, 巧妙地晃動,然後一扣, 急停變相, 擺脫了對方身材高大, 但是略顯笨重的後衛。 施貴紅今年已經28歲了, 他出生在天津, 但是現在在廣東的一支女子足球隊效力。 來自這個球隊的, 在中國女足當中呢, 有四名隊員來自這個球隊。 今天由於是在傍晚6點鐘開始比賽, 另外天氣好像稍微涼爽一些, 也許對中國隊的體能會有一些好處。 哦!好球! 大麥隊在禁區內混戰當中, 搶得一個射門機會。 他們的隊長8號科爾丁, 一腳凌空掃射, 但是中國隊的門將高虹, 判斷準確, 反應及時, 把這球鋪住了。 中国队今天开局打得不错 应该乘乘追击继续扩大战果 因为如果不多赢几个球的话 到下半时体能下降的情况下容易被对手利用 在上一场同瑞典的这比赛里 中国队有三四名主力都出现了抽筋的现象 说明中国的女足姑娘们确实是拼尽了全力 咬紧牙关在拼 这又是刚才施桂红那个进球的慢动作 脚法掌握得极其准确 我们在本世纪最后一次奥运会的赛场上 在足球比赛的绿色草皮上看到了中国运动员的身影 这是每一个中国足球迷都感到欣慰的事情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只看到了中国女足队员的身影 这就是每一个中国球迷难以接受的事实 蹲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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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麦队的五号霍尔姆是队上的队里边的中后卫 跑球 中国队的脚下动作比对方总是快半拍 现在中国队进攻的队形保持的不错 对方的后卫失误把球露了过去 王立平想分给外侧的施桂红这个球分的力量稍微小一点 王立平断球 扣了一下 左脚在船中 孙文回敲 射门 球要进了 漂亮 2比0 这个配合非常的流畅 10号刘爱玲 29岁的老将 在上半时的第13分钟 接到孙文的一个回敲 在进区内用右脚的外脚被射门 打了对方一个措手不及 孙文这个球处理得很冷静 看到对方的后卫上来封堵 把球回敲 刘爱玲起脚就射 中国队在上半时比赛打了还不到15分钟的时候 就以2比0领先了 中国女足的主教练马元安 去年6月份带领中国女足获得世界杯的第4名之后 被亚洲足联评为当月的最佳教练 由于目前国内女子足球运动的开展当中 受到有很多的困难 各个地方的女子足球队都纷纷地下马 所以现在中国的女子足球后备力量 面临严重的危机 队中的很多队员像 门将钟红莲以及 是钟红莲刘爱玲和场上队长孙庆梅 都已经是30岁28、9岁的年龄了 现在场上的门将高红也已经28岁了 他们已经在足球场上拼杀了十几个年头 8号水星侠这个球没有拿住 大麦队一个机会 但是射门的时候没有打好 12号温莲荣非常的冷静 赶紧把球开到禁区外 大麦队反抢下来 从女足的比赛里我们可以看出 中国女足队员在世界的 女子足球强队当中 在技术上是有着较大的优势的 好球 刘爱玲这脚分球视野很宽 他在中场的进攻组织颇有点大将风度 孙庆梅分给助攻上来的王丽萍 回敲 跟进射门 这个球打得不错 这个球如果是男足比赛的话 很可能是一脚进射 直接挂脚破网 因为是在禁区线外 离球门有18米左右 所以孙文这脚射门能够压住 打一个角度已经很不容易了 孙文来自上海 本季奥运会女足比赛 一共有8支球队参赛 分成两个小组 中国队同美国丹麦瑞典分在同一小组 这是刚才刘爱玲进球的慢动作 那么小组的前两名出现 和另外一个小组的前两名交叉进行半决赛 在另外一个小组是挪威 巴西 德国和日本 挪威队是去年的世界杯女足锦标赛的冠军 实力较强 中国队同他们交手 由于对方的力量太强 所以明显的处于下风 比较吃亏 所以中国队如果想顺利地进入决赛的话 那么在这个小组应该尽量争取 获得第一名 这样躲开那个小组的第一 很可能就是挪威队 另外一个小组的另外三支球队呢 德国 日本和巴西和中国队比赛 中国队取胜的机会都更大一些 中国队比赛 丹麦队的一次进攻又被中国队瓦解了 王丽萍 刚才中国队刘爱玲攻入的那个球 就和王丽萍的助攻有关 他在对方进区的右侧断球之后 把球横敲到中路 孙文拿球之后回敲 由刘爱玲射门得手 丹麦队这一次配合没有形成默契 8号科尔丁把球传到中央之后 自己没往前跑 观众朋友们 您现在看到的是第26届奥运会女组比赛 A组第二轮中国队同丹麦队上半时的比赛 上半时比赛打了刚刚将近20分钟 中国队2比0领先 9分钟石桂宏首开记录 第13分钟刘爱玲 锦上添花 两个进球都打得非常的干脆 现在是丹麦队突如禁区 但是球被中国队巧妙地截掉了 石桂宏 他在这次的女足锦标赛当中 女足的比赛当中已经进了两个球 越位了 丹麦队的10号是克罗格 丹麦国内没有正式的职业化的男子足球的联赛 他们的国内的男足甲地联赛呢 也只是半职业化的 更谈不上有职业化的女足比赛了 但是在很多的大学里都有女子足球队 而且很多这种民间的体育协会呢 也都设立有女子足球的比赛 所以他们的女子足球呢 有着比较广泛的群众基础 这些队员虽然都是在业余时间踢球 中国在这次进攻越位 这些队员虽然都是在业余时间踢球 但是平时呢 由于国内从事一项运动的人数比较多 而且他们的身体条件 也有着比较好的天赋 所以他们能够成为世界女子足球运动当中的一支强队 他们获得了去年世界杯女足锦标赛的第六名 中国队呢是获得了第四名 大麦队的四号是弗拉恩 这是一名后卫 中国队二号王立平的身高是一米六一 今年二十三岁 他的控球技术非常娴熟 而且呢 在短距离当中的冲刺 速度上也有一定的优势 所以在右边路的助攻成为中国队进攻的一个主要手段 这是丹麦队的主教练刚辞霍恩 由于天气很热 所以队员抓紧时间喝一口水 这场比赛和第一场中国女子比赛一样 也是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市的甘菊晚球场举行的 这个体育场呢 距离亚特兰大市有1072公里 是本次比赛距离奥运村距离最远的一个体育场 能够容纳74000名观众 六号赵立红一脚射门 在第一场比赛里 他在同样的角度 带球缓过后卫之后 起脚破门得分 赵立红来自广东 这脚射门力量很大 但是角度稍微正了一点 刚才在第13分钟 为中国队攻进第二个球的老将 10号刘爱玲 在各种国际大赛当中 为中国女足已经攻进了30多个球了 那么在这点上 可以和他相比的 是场上的11号队长孙庆梅 他们都参加了1991年 在我国广东省举行的 第一届世界杯女足紧交赛 他那次比赛里 中国队在四分之决赛里 0比1被热点队淘汰 未能进入半决赛 二号王丽萍又上来助攻了 刚才胸部停球停得很漂亮 然后缓过后卫之后 往中间分 分的稍微靠前了一些 不过外围还是中国队断球 突然起点远射 女足队员的意识到了 但是力量还是不够 三号范韵杰 这是中国队的中后卫 好球 孙庆梅利用对方后卫一次失误断球成功 突入禁区 横敲 哎呀 敲得稍微靠前了一点 另外呢 丹麦里的什么员拉尔森确实 在身材上也有较大的优势 他1米80的身高 即使是在 男子足球队 也可以成为一个比较称职的什么员 王丽萍今天的位置比较靠前 显然中国队对丹麦队的实力 有比较清楚的估计 很有信心 今天中国队的后防线上 往往是有三名队员 12号温丽萌比较靠后 范运杰和谢慧林 稍微激动一些 填补左右两路出现的空档 而2号王丽萍今天可以说是被解放了 经常投入进攻 另外中国队的8号水庆霞 也是一个防守型的中场 他可以时常的回防一下 中国队在中场左侧活动的是 6号赵丽宏 8号水庆霞 水庆霞也是中国女族的三朝元老之一 好球 哎呀这个球差点断球成功 观众朋友们现在上半时比赛打了26分钟 比分是2比0中国队领先 这是第26家奥运会女族比赛 A组第二轮中国队同丹麦队的比赛 今天中国队如果获胜的话 将稳获进入半决赛的资格 那么最后一场同美国队的比赛 只是决定中国队获得小组第一还是第二的问题 漂亮 石桂红想来一个人球分过 球是带过去了 但是呢速度上还是差了一点 另外我们看到丹麦队的守门员拉尔森 由于身高必长 所以他也有意高人胆大的意思 活动范围较大 他经常能够出击做一些男子守门员做出的这种防守动作 控制的范围呢也比较大 丹麦队的15号邦德是一名前锋 今年是23岁 丹麦队的队员呢普遍比中国队的队员要年轻一些 他们73年以后出生的队员占了全队的三分之二 这样他们在体能上更有一定的优势 好球 这个球断球之后分的也不错 15号施惠宏 横球 上门球要进了 3比0 11号孙庆梅 上半时第28分钟 中国队由11号孙庆梅在门前包抽 一脚电射 把球送进大门 进球的线路非常干脆 是在中路断球之后 好像是老将刘爱玲把球分到了右路 施桂红 带球 在距离底线有6米左右的地方 横敲一个低平球到门前 这个球传的恰到好处 而且应该说选择了一个正确的方式 如果传高空球的话 很容易被丹麦队的门将拉尔森没收 传一个低平球 拉尔森显得无能为力 球滑到了球门的远门柱 孙庆梅是快速杀到 左脚用脚弓一推 3比0 可以说中国队已经稳操胜券了 孙庆梅在船中 孙庆梅为中国女足在各种国际的大赛里 已经攻入了30多个球 她今年已经30岁了 1991年在广东举行的第一届女足世界杯赛上 她被评为最佳球员 她来自河北 丹麦队一脚射门也很精彩 但是打偏了一点 打门的是10号克罗格 克罗格身高1米67 今年19岁 很年轻 中国女足队员在 各种物质在于 远远比不上国内的男足队员的情况下 刻苦训练 在为了打好这次奥运会的女足比赛 她们特别加强了体能训练 在训练当中是非常的艰苦 为了弥补体能上的不足 她们专门做大运动量的苦练 这样在本教育会的女足比赛里 由于体能比较充沛 保证了技术水平的发挥 所以在比赛里 踢得非常的轻松 非常的清楚 到目前为止 中国队两场比赛攻进的五个球 配合都非常的流畅 看这个球 很可能又要进球了 哎呀 石桂红这脚射门 是自己想直接打一个圆脚 打得不错 踏着门柱飞出了底线 这个球如果传的话 可能也有机会 不过作为一个射手 应该有这种气质 在一些关键时刻呢 敢于承担责任 这脚打得还是很刁 这种小角度的射门 是世界上优秀的 男射手门擅长的技术 看来石桂红在这方面 也不错 丹麦队的主角连 刚辞霍恩 他可能现在在考虑 应该订回家的机票了 那么如果说在一年前的 瑞典的女足世界杯比赛上 丹麦队和中国队还可以一拼的话 打成了一比三 只输了两个球 那么今天 在射门时的前三十分钟内 中国队已经三次 洞穿丹麦队的大门了 水清侠 稍微迟疑了一些 被丹麦队大脚破坏 从整体实力上来看 只要中国队的体能不出现 突然意外的大滑坡 那么丹麦队根本无法威胁中国队 中国队的门将高宏 也已经28岁了 他身高1米72 这个队员属于一个 比赛型的选手 越是到大赛 越是发挥稳定 非常的兴奋 而且呢 在比赛当中颇有点 男子运动员 男子球员的这种气概 中国队虽然身体不如对方高大健壮 但是由于技术更娴熟一些 对球的线路落点判断更准 脚下动作更快 所以呢 在中场的一对一对抗和小组围抢当中 常常抢劫的手 然后就地发动快攻 所以让丹麦队也很狼狈 那么丹麦队的10号克罗格显得比较突出 好球 丹麦队 刚才这个防守动作很有点男子球员的味道 打一个身后球 孙庆梅漂亮 但是丹麦队另外一个后卫 从外侧把球铲掉了 孙庆梅漂亮 孙庆梅ace 孙庆梅头球百度 丹麦队防守犯规了 丹麦队的7号克里斯昂森 撞倒了中国队的9号孙文 在罚球湖外一点 中国队获得一个任意球 在第一场 从瑞典队的比赛里 在比这个位置稍微偏左一点的地方 中国队的10号刘爱玲 曾经射出一个弧线球越过人墙 但是打偏了 不知道今天刘爱玲会做出什么样的表演 这是一个直接任意球 刘爱玲 起脚 打高了 刘爱玲来自北京 她在18岁的时候 就入选了中国女足 为中国女足已经征战了10年 她在中国女足的中场的作用 是不可低估的 这个球是打到人墙上弹出了底线 所以中国队开脚球 前点投球后蹭 再射 球又进了 4比0 上半时35分钟 中国队通过一个战术脚球 前点投球后蹭 在对方的门前制造了混乱 从画面上看好像是3号 范运杰 迎球一脚怒射 把球送进对方的往底 这场比赛中国队势如破竹 在上半时的前35分钟 就已经4次洞穿了对方的球门 前点孙文投球后蹭 门前经过一片混战之后 后卫把球挡到外围 范运杰赢球 正脚背 一脚射门 球进了 那么中国队在同丹麦队的比赛里 如果多拿竞胜球 对后边的比赛也是很有利的 因为美国队第一场比赛 是赢了丹麦队3比0 中国队现在是4比0领先 如果在最后一场比赛之前 美国和中国两队都是两胜的话 那么中国队只要打平美国 就可以获得小组第一 这样在半决赛里 可以避开另外一个小组的第一名 很可能就是实力最强的 世界杯女足冠军挪威队 这样为中国队进入决赛 创造极为有利的条件 赵丽宏 中国队在进攻当中 队形保持得很好 即使第一层攻击波被对方阻挡住 外围也总是中国队拿到球 马上又可以组织发起进攻 这说明中国女足的姑娘 在战术意识上也有着较高的素养 并且在没有球的情况下 也知道怎么跑 该往哪跑 在场上比较积极的思考 不是说在没有球的时候 就站着不动成为场内的观众 二号王丽萍 好球传一个过顶 没有阅位 打门 哎呀 这个球 施贵红是想表演一个尽善尽美的单刀球 想绕过对方的门将再起脚 其实停下球来之后 马上捅一下 很有可能破门 丹麦的守门员拉尔森 虽然现在已经失了四个球 但是他个人的表现还是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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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球 六号赵丽宏顺着球是一趟往里切 传终的时候 丹麦队的后卫做出了一个非常彪悍的铲球动作 十二号特尔普 中国队获得一个脚球 看来丹麦队的主教练刚辞霍恩准备换人了 八号水清霞来开脚球 冲撞守门员犯规了 十一号孙庆梅 她是中国女足当中年龄最大的拳手 今年三十岁 中国队在中场的小组抢劫非常的默契 前面的队员一干扰 后面的队员马上就把对方的球路卡断 大麦队的七号克里斯桑森 我相信她不是故意的 只不过是八号水清霞比她动作更快一些 水清霞顶到了球 而克里斯桑森只能撞到水清霞的身上 当然这一项撞的不是那么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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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也已经29岁了 不过他还是坚持着站了起来 场内的观众给他一片热情的掌声 这个时候丹麦队换了一个队员 11号莱尼麦迪森上场 替下了15号邦德 显然教练对邦德在风险上的作用不大满意 上半时比赛打了41分钟多一些 中国队牢牢地控制着场上的局面 并且以4比0领先 好球中国队又一次转球成功 水清霞马上套标往前跑 水清霞和赵丽红两个人之间的意识非常的默契 中国队把9号孙文换下了场 镜头没有给清楚 我们来看一下换上去的是谁 这个时候中国队可能要考虑保留体力了 换上去的14号陈玉凤 来自济南的姑娘 她是我国的贾一球队济南泰山将军队的 唐晓成的女友 这也是中国女族的一员老将 上半时比赛剩下的时间大约还有三分钟 中国队4比0领先 中国队的主教练马元安 这个时候可以说心情是非常的放松了 大麦队3号是麦德森 刚才这个球裁判员判中国队3号范韵杰 争顶的时候背后推人 丹麦队开任意球 大脚直接轰向禁区 但是毕竟力量不够还是开不了那么远 中国队拖后的12号温立荣给右边范韵杰 今天中国队在阵型上可能有一点小小的变化 2号王立平实际上是出现在中场的右侧 填补他位置的是3号范韵杰 中国队今天可以说是非常的有信心 排出了一个352的阵容 断球成功 1对1 2打1漂亮 哎呀 孙庆梅居然把这个球打在了门柱上 他自己也不敢相信 也许是4比0领先心情太放松了 刚才传球的队员 应该说是没有自私 没有贪功 其实他自己也有很好的上门角度 看到孙庆梅在跟进 是传球的是6号赵立红 孙庆梅非常轻松的脚弓一推 居然推高了 中国队年龄最大的队员 他自己也是感到难以置信 这个球恐怕比点球还容易踢 那么上半时比赛呢 已经过了45分钟 比分是4比0 中国队 第9分钟15号石桂红 第13分钟10号刘爱玲 第28分钟11号孙庆梅 第35分钟3号范韵杰 攻进了4个球 现在是4比0领先 所以刚才孙庆梅那个球 虽然打在门路上没有进 但是恐怕对大局 也不会有什么影响 王丽萍 今天他是出现在中场 曾庆梅犯规了 丹麦队的首门延拉尔森是非常的勇猛 经常出击他控制的范围呢 虽然不像男子足球的首门员那么大 能控制整个进去 但是他也能控制到点球这个点以内的这个范围 经常出击摘高球或者是扑脚下球 孙庆梅在两个人相撞之前呢 已经做了一个停顿减速的动作 所以使这次碰撞没有造成太多的伤害 丹麦队的主教练刚辞魂 这个时候恐怕也没有回春的妙手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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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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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台判员一声踢响 上半时比赛结束了 在上半时 中国队非常干脆力量地攻进了对方 四个球 以4比0领先于丹麦队 以4比0领先 丹麦队在中场休息的时候 换了一个队员 但是可能是没有跟主裁判交代 所以主裁判让他补一下手续 13号尼尔森 不知道他替下的是谁 观众朋友们 现在中国队从丹麦队下半时的比赛开始了 穿白色球衣的中国女足 首先开球 在下半时中国女足是从右向左攻 在上半场中国队4比0领先 中国队的8号是水清侠 丹麦队的13号尼尔森 替下了9号减森 13号尼尔森是一个中场拳手 中国的进攻组织很有章法 显得非常的成熟 队员在场上之间不仅很默契 而且整体的意识也非常强 无论是进攻还是抢劫 一动全动 无球队员的跑位不仅积极 而且很有头脑 这在很大程度上节省了体力 避免了无味的消耗 二号王丽萍 看到没有机会再回敲到外围 老将刘爱玲用右脚的外脚背 把球转移到左路 给六号赵丽宏 在女足队员当中 像中国队的10号刘爱玲 这样能够用各种脚法 做各种距离的长短传的中场核心 确实是难得的人才 那么他在上半时的第13分钟 也为中国队攻入了一个球 中国队又是这种典型的集体抢劫 一个人上前干扰 然后第二层队员上来 利用对方处理球的不当 马上把球抢走 这需要很好的集体意识 这个时候场内的观众越涌越多 很多观众是来看南国比赛 巴西通匈牙利的比赛 巴西队在第一门比赛里 0比1败给了日本队爆出了冷门 而匈牙利队0比1败给了 非洲的近驴尼日利亚队 所以待会儿巴西和匈牙利的比赛 也是一场生死之战 谁失利 谁将首先被淘汰出局 那很多巴西球迷呢 在第一天的比赛里 也是先到这个局场 看中国女足的比赛 那天中国女足的表演 赢得了很多巴西球迷的贺彩 王丽萍巧妙地急停变相 但是丹麦队两个队人夹击 又把球抢走了 在下半时中国队的主要任务 恐怕是尽量地避免受伤 减少体能的消耗 等待最后一场同美国队的比赛 曾庆梅过人成功 向中国队横球转移好球 这个球给得非常漂亮 越位了 他本人的笛声先响 但这个球 看来是这种 越位不越位的差距 是非常的微小 曾庆梅的视野很宽 带球向李切缓过 对方的防守之后呢 把球转移到了右路 施桂红也是向自己的老队长 竖起了大拇指 这场施桂红自己也已经 28岁了 他可以称得上是女独当中 一个大器完成的射手 中国队三号范允杰 上半时三十五分钟 在这康庆区里 在角球制造的混乱当中 攻入一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范允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范允杰 中国队的十二号温立荣是来自北京的中后卫 刚才镜头上出现的是中国队的主教练马元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范允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范允杰 中国队员们在场上互相的大声提醒着 大麦队在下半时显然是加强了全场的逼抢 大麦队的逼抢也使中国队的后防线上出现了一点混乱 中国队的什么员 高宏 大麦队的六号 脚下功夫不错 传中球 高宏直接没收 高宏对这个球的线路和落点判断的很准 而且脚下的步伐移动的很快 高宏身高1米72 今年28岁 刚才在右路过人的是丹麦队的六号 佩特森 21岁 中国队右路的直传稍微大了一点 王丽萍非常聪明把球踢到对方队员身上 观众朋友们 这场比赛是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市的干居碗球场举行的 这个体育场距离亚特兰大市有1070公里多 这是因为由于亚特兰大市当地的体育场馆不够 所以本教育会男女族的比赛呢 大多数安排在佐治亚州附近的其他城市的场馆来举行 男族的比赛也在这个场地上举行 待会呢 在这个场地上将举行巴西队同匈牙利队的男族比赛 由于离亚特兰大太远 所以我们无法赶到现场为中国女都呐喊诸威 只能在亚特兰大的国际广播中心里 看着电视画面为您进行解说 中国队一次险情 但是12号温利荣补位及时 文将高红呢也是向场边的教练和队员伸伸手 表示自己的失误 表示一下歉意 12号温利荣是中国队的一个后防线上不怎么出击的队员 应该可以把他叫做一个清道夫了 虽然是一个姑女 虽然这个他是一个女运动员 哎呦 大麦队一个投球攻门球进了 下半时的第八分钟 大麦队一个接待球 这完全是他们的力量的优势 是他们能够打出这种战术来 这个球界外球制的很远 直到禁区里前点投球后操 然后是11号麦德森 一个投球甩向远脚 能将高红扑就不及 现在比分变成了4比1 大麦队追回了一个球 大麦队的队员身材比较高大 而且呢力量也很足 这个球应该说他们的战术设计不错 而且呢打成了 丹麦队的主教练刚辞霍恩 也许又看到了一线希望 刘爱玲断球 缓过对方的队员 再分左路 孙庆梅 丹麦队在第一场比赛里 0比3败给了美国队 所以今天如果再失利的话 那么小组出现将没有希望 丹麦队在下半时 显然是加强了中前场的B抢 中国队看来可以考虑适当的调整战术 孙庆梅 陈玉凤这个球没有拿住 这个球传的稍微靠前了一点 樊允杰断球 没有停球直接往前敲 15号石桂红 这个球不太好拿 丹麦队的3号 麦德森把球让出了底线 这个球裁判员是判单脉队队队队员拉人算规了 好球 守球了3号范允杰这个球正好是个半高球 头顶和 头和脚都不太好 都够不着 所以呢 用手碰了一下球 中国队不应该被对方的一个进球打乱了整体的部署 特别是干扰了情绪 还应该有信心 继续发挥自己的优势 稳稳地控制节奏 特别是要用比较娴熟的传接配合来调动对方 丹麦队虽然体力充沛 但是这种无谓的跑动过多的话 中国队也是有机会在反击当中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 因为中国队风险上的孙庆梅速度比较快 丹麦队的13号米尔森下半时上场的队员 世界红速度很快 敲到中间 好球 球又进了 这一次传中球是对方的后卫帮了一点忙 11号孙庆梅一个投球 把球从对方门将的手上顶了过去 下半时的13分钟 中国队的11号孙庆梅在这场比赛里 攻入个人的第二个球 中国队以5比1领先 将领先的优势再次扩大到4个球 施桂红在底线传中 这个球淡麦队的后卫挡了一下 球弹起来之后 孙庆梅抢在对方门将的手之前 用鹅脚一蹭 掉进了空门 大麦队刚刚看到一点希望 但是现在马上又被中国队的第5个进球打破了 中国队现在可以继续稳稳的控制节奏 避免过多的消耗体力 特别要注意避免受伤 因为女足的比赛呢 每个队只能抱16名队员 其中包括两名守门员 这样打到最后 体能和队员的身体状态非常的重要 中国队换人 把11号孙庆梅换下场换上了13号刘颖 显然中国队的马云 已经看到胜券在握了 换上了 他在上半场4-0-0签的时候呢 就换上了14号陈玉凤 替下了9号孙文 现在又由13号刘颖 换下了11号孙庆梅 这样呢 将这两员主力前奏 保存起来 使他们能够得到较好的恢复和休息 以便打好后面的比赛 现在看来中国队进入半决赛不成问题 那么从中国队目前表现出来的实力和状态来看 他们也很有可能 为中国足球夺取奥运 夺取历史上第一枚奥林匹克的奖牌 刘颖颖传一个过顶 他的视野是非常的好 意识也不错 但是呢 这个角头力量稍微小了一点 中国队还在进攻 变相转身 左脚射门想打一个吊射 施桂红在禁区内 不仅射门很坚决果断 而且呢也非常的机智 在上半场的攻入的第一个球 就是一个急停变相之后 巧妙的一个吊射 刚才又是想顾忌重演 在第一场同标点的比赛里 就是石桂红手开记录的 中国队中场右侧的是十四号陈玉凤 中国队中场右侧的是十四号陈玉凤 是十四号陈玉凤 好球 对方的后卫在刘颖的避想下 好球碰出底线 中国队获得一个角球 刘颖来自石家庄 她是在北京女族效力 整场比赛中国队获得了四个角球 大卫队一个也没有 对不起观众朋友们 刚才介绍刘颖的情况 有一点错误 刘颖是出生在北京 今年22岁 是中国女独的一个年轻选手 今年22岁身高1米63 中国队的一次进攻 球打在边网上 二号王丽平 这个球实际上是 投票员的一个明显的误判 慢动作看得很清楚 中国队的船跑时机 掐得很准 也许那位寻编员没有想到 中国女族队员能够打出 这么高水平的反越位战术来 所以她想也没有想 想当然认为王丽平越位了 下半时比赛打了20分钟 中国队5比1领先 世界红脚后根一颗 刘颖把球回敲 王丽平 王丽平今年22岁 她出生在河肥 在河肥的女族效力 丹麦队在中国队的逼想下 现在有点少忙脚乱 这段时间中国队压的丹麦队 很难通过半场 现在丹麦队在左路反击 后卫头球回敲 高红的反应也很快 14号 陈玉凤 今年26岁 中国队现在 非常老练的在自己的半场捣脚 由于5比1领先4个球 下半时比赛已经打了20分钟多一些了 所以这个时候这种战术呢 是比较对头的 丹麦队在下半时刚一开场 鼓足勇气逼了一阵子 进了一个球但是随后被中国队又攻住第五个球之后 好像士气完全没有了 现在在场上呢 有点提不起精神了 陈玉凤 将球抢下来 赵丽红 赵丹麦队的十二号是特尔普 台脚过高 本次奥运会是 奥运历史上第一次把女足比赛列为正式比赛项目 那么应该说中国女足在奥林匹克历史上第一次女足比赛当中就留下了值得中国每一个球迷骄傲的记录 在前两场比赛里他们目前为止已经攻进了七个球 好球这个球还有射门 石贵红是想打一个小角度看到对方的门将重心往外移 想从对方门将的内侧打进去 但是丹麦队的宠目员拉尔森反应还是很快 身体往外倒 但是脚却伸向了里边把这球挡了出来 中国队又获得一个脚球 场内已经涌进了越来越多的巴西球迷 中国队的主教练马云安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看到的这场比赛是在美国东部下令时 这是7月23日晚上6点钟开始的 这是奥运会女足比赛第二轮A组中国队同丹麦的比赛 现在下半时打了25分钟中国队5比1领先 中国队在上半场攻入了对方四个球 那么待会儿在这个场地上将举行男足的巴西同匈牙利队的比赛 所以现在有很多巴西球迷已经涌入了这个体育场 中国队拖后的是12号温力忠来自北京 他轻易不往前压 三十四号温力忠来自北京 中国队的队员在提醒着队友 快把球给刘晨玲 快把球给他 因为刘晨玲是队中的组织核心 好球 是桂宏 陈玉凤再回敲 这个配合踢得很聪明 是桂宏利用赵丽宏的跑动 吸引了对方的防守 然后一个假动作 好像要往这边传 实际上是往里一扣 然后起脚上门 想用右脚内侧打一个弧线球 打球门的后脚 虽然没有打好 但是这个意图 已经博得了场内观众的贺彩 说明这些观众 看明白了他的这种意图 大麦队获得一个机会 但是这个球打偏了 大麦队是10号克罗格 在高度的奔跑当中 自己无法控制身体的平衡 漂亮 漂亮 中文字幕 李宗盛 现在下半时的比赛已经打了28分钟了 中国队是5比1 仍然领先4个球 中部队现在的阵型有一些变化 右后位好像是3号范韵杰 中间是温丽荣和谢惠林 左边是8号水净侠 在他们前边是10号老将刘爱玲 踢一个拖后的中位 刚才是水净侠跑到中路补位 把这球破坏掉 大麦队还在控球 拒晃一下到底线再射门 小角度打门被高红扑出底线 大麦队的5号霍尔姆 这是一个后卫 也突到了前边 那么中国队的阵型的变化呢 是2号王丽萍突到了前边 由右边后卫 该打前锋和施桂红来搭档 中场是13号刘颖 6号赵丽红 和14号陈玉凤 大麦队发脚球 5号霍尔姆 一个假动作变相 扣过来之后再射门 几乎已经是零度角了 下半时比赛打了30分钟 中国队5比1领先 中国队进入本季奥运会 女足比赛的前四名 已经成为定局 14号陈玉凤 来自济南 据说由于陈玉凤在足球生涯当中的成功 并且一直是中国女子足球国家队的主力队员 所以使他的男朋友在举南泰山将军队效力的前锋唐小成感到无形的压力 因为唐小成虽然在俱乐部队表现很出色 为泰山队获得去年全国足球协赛的冠军立下了头功 获得足球协赛的最佳射口的称号 但是一直未能入选中国的男子足球的国家队 所以唐小成呢也是非常的努力 希望能够早日入选中国的国家队 大麦队后防线上的三号黑人麦德森 在比赛里起了很大的作用 他的身高是1米77 身高体壮 而且爆发力不错 他是最终年龄比较大的一个选手 今年也已经28岁了 从今天的比赛来看 中国队的体能状况好像比第一场比赛稍好一些 一方面可能是天气比两天前的比赛稍微凉爽一些 另外一方面呢 今天在上半时打得非常的轻松 以4比0领先 而且丹麦队现在好像已经没有什么勇气 没有什么士气了 所以中国队今天在下半时不用拼得很凶 这又是一个机会 15号施桂红 6比1 没有 又是这个三号黑人选手麦德森 他在丹麦队的后防线上确实是比较突出 士桂红刚才拿球之后 自己的重心已经后仰了 所以不太好控制 尹郁放 把球分到左路 尹郁放 尺嘴红 射门 过人的动作很漂亮 但是打门稍微正了一些 他自己也挺懊悔 停球之后 虚晃一下 左脚向里扣 晃过对方上来封堵的后卫 然后踢脚射门的时候 好像没有踢正部位 中国队虽然现在大比分领先 但是在对方的半场 仍然抢得很积极 这样也给自己的后半场的防守队员 减少了很多的压力 今天中国队没有出现 第一场比赛里 很多队员抽筋的现象 这是一个可喜的信号 赵立宏看到对方一个队员受伤倒地 于是把球开出边线 这一举动也赢得了观众的掌声 刚才丹麦队这个队员 是和赵立宏抢球的时候 好像被赵立宏的脚碰了一下 动作不是很大 但是可能很巧 正好碰到了一个 看下半动作 碰到他的小腿肚子 观众朋友们 下半时比赛呢 已经打了三十五分钟 比分是五比一 中国队还是领先四个球 教练马圆安在给队员们喷水 降降温 确实天气太热了 穿着蓝色外套的 这是中国队的老将 守门员钟红莲 今年已经二十九岁了 采判员示意让中国队和丹麦队来征球 可能是在赵立宏把球开出边线之前 采判员已经鸣敌了 光丽萍停球失误 三号范运杰 防守相当的稳健 王立平打球 陈玉放 刘爱玲 孙青梅下场之后 刘爱玲带上了中国队的队长的袖标 这桂红是中国队封线上的得分手 刚才是强点的时候 丹麦队的后卫先出了一脚 中国队获得一个脚球 热水丹麦队的三号黑人麦德森把球顶出进去 身高1米77 中国队一脚斜船转移到左路 范运杰敲到进去里 王立平对球停得稍微大了一点 对球赶上了他的右脚 而且他正好是在对方球门的左侧 所以不太好拿 丹麦队的控球技术和传球的准确性 显然不如中国队 丹麦队又一次换人 2号身高1米81的后卫 劳尔森上场 中国队换人 4号于红旗 替下了场上的另外一员老将 10号刘爱玲 这样也是让这些老队员可以早点休息 保存体力 现在比赛已经进行了将近40分钟了 丹麦队2号老尔森替下了6号佩特森 老尔森身高1米81 也可能上场之后呢 在最后的十几分钟里 打一打冲掉战术 让他改打前锋 中国队的4号于红旗来自大陆 三云杰三云杰三云杰和对方队员的腿碰到了一起 可能自己也受了点伤 下半时比赛已经打了40分钟 中国队5比1领先 应该说这个比分是相当令人满意的 中国队现在要做的是保存体力 避免受伤 以最好的状态投入到以后的比赛里 丹麦队的2号 1米81的老尔森果然是冲入禁区来争顶头球 马娘娘此时可能在考虑下一步的打算 主打派示意让丹麦队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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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队 丹麥地的4号弗拉恩准备出发这个任意球 力量很大直接射门 这一角射门显示出北欧球员的力量 正脚背力量很足 但是看上去角度不够刁 弗拉恩的身高是1米75 今年20岁真是身大力不亏 我们看到在女足比赛里在禁区外 能够大力射门打得很有威胁的 而且角度也比较好的 确实还不多 直接来球的时候可能手上有汗滑了 失误了 丹麥地的8号队长科尔丁 那么中国队的6号赵丽宏在第一场 从瑞典队的比赛里在禁区外高速代球当中 利用奔跑的速度以及身体 腰部腿部的整个的爆发力 结合得非常完美 打了一脚远射 不过那脚远射呢 也有点吊射的味道 攻入了瑞典的这大门 所以女足队员要想在禁区外 20米以外的 以大力射门来破网 看来在力量上还不够 好球 但是3号麦德森显然比王丽萍快了一步 好球 俞宏齐也是用抢外的假动作 穿单过人 大麦德森的4号弗兰补位及时 球到外围又是中国队控制 这个时候可以耐心地倒一下脚 温内容 是瑞宏回到中路来拿球 水庆霞 流影把球分到右路 范韵杰 王丽萍 陈玉凤扣了一下 克斯牙 霞 辈兰 这 apologise